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The Athletic 报道 森林郎和总经理斯科特·莱登分道扬镳 彻底结束汤姆西伯度时代 莱登在2016年签下5年合同 还有一年任期 格森罗萨斯接替西伯度的总裁位之后 莱登仍然任职了18个月的总经理 莱登和罗萨斯相识多年 他在球队状怨 签选安东尼 爱德华兹 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莱登在纽约安家 受疫情影响 每次飞往明尼苏达 都要接受隔离 此外合同因素也是分手原因 他的合同4月到7 但新赛季至少要达到5月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